看報紙說4月疫情會有少少嚴峻 幸好託乃香港吉人天上 有吉星高照確診數字下降 但不要理會了 清假 由上兩個星期復活節後 我請了幾天假 自製日休息 一個星期三天 以前這種請假方式 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很奢侈的 因為那三天應該像阿蔡一樣 希望稍後可以穿到 即是放五六日一 一定是去了台灣 借了那三天 下十天假 你會覺得很開心 接下來 明天後日 星期六日 多煮汁 星期一五日 很多香港人應該去了東京 去日本 兩天都去了東京 去了北開道 去了韓國 四天三夜也好 五天四夜也好 一大部份都說離開香港 喝喝吃吃 但又不是 這兩三個星期放假 真的在家裡放鬆 勾腳 看著電視 又不是看著電視 揭揭雜誌 聽歌 然後逛街市 又真是挺好的 天氣好 最好這兩個星期天氣還不錯 沒有下雨 有沒有新體驗 例如吐多了家就出不去 出不去就 還可以 十年八載 你知我們香港人生活幾節多下 三個月不出去旅行 要不覺得自己有病 要不就破產 要不就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三天兩夜都要去高雄 工作壓力大 香港的機票也算便宜 這次疫情之下 究竟大家在家裡生活 有沒有一些新的想法 做了一件新的事 以前沒有做的 現在就做了 而是令自己生活充實了 或者開心了 我又沒有 沒什麼特別了吧 也有想過 買一些牙鳥回來畫畫 但又覺得這個正啊 不正 有人不認識 例如做運動 平時也有下山 清潔多了就當做運動 沒錯 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反而沒有 因為一天最少要煮兩餐 又要洗碗 經常一出去又要抹地 抹完之後都差不多 坐下又有一天 沒什麼新的東西 因為法國人 你說疫情之下大家買到那些 做麵包的蝦霧都沒有了 共過一個控陪師 我走超級市場 什麼都有 牛油紙的超級市場 貨擠沒有 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但如果這樣做法 是否慢慢可以演化呢 即是現在所謂的推經濟 如果真的當懂得煮麵包的人 多了 控陪的東西多了 然後還要上一些工具 平時可能不開焗爐 我買個焗爐才能夠焗東西 大量光波爐 光波爐 是啊 你看到那些東西 咦 其實麵包店都很糟糕了 接下來是少買了的 因為人們已經知道怎樣控制時間 晚上 放工回去攪拌 焗完之後 明天早就能吃 有些東西 變成麵包店的生意會 會是少了 一定是少了的 真的 然後你出街吃又少了 因為又是自己煮的 煮牛扒自己都掌握了 所以接下來的食肆 就算是平和了 也不太用的 也不太用的 除非你做些再暫身 即是家製不到的麵包 我就幫你買 這些叫覺醒 香港人終於覺醒了 即是你那些菠蘿包雞麵包 是走開的 原來被食肆騙了幾十年 是啊 哇 那些麵包輕鬆鬆鬆鬆的 其實所有東西 你會發現自己做後 原來是這麼便宜的 被騙了幾十年 沒錯 不能逆轉的 什麼薯條 什麼安格斯牛扒 原來你買回來是說50元一塊 你出去街吃 質素不太好 500元 都二三百元 收到你街上一組 當你發現事實跟女兒一樣 原來你除了口罩也是這樣的 我不幫上你 都很嚴重 沒錯 叫外賣的人多了 當然你說 我也是想出去哨街的 但是你哨一哨 其實如果你這段時間習慣了 可能是出去不會出去哨的 在家裡 例如再加強 例如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們可能說的電視 只是39吋而已 但都用了八年了 最近在家多 煌檯又請 現在基本盤65吋 65吋 接著買了這套梳法 這麼猛 還有很多衍生的產品 就是你那些抹電視機 什麼之類等等那些東西買多了 我經常看電視 所以我又要抹一下螢幕 我又買幾百元的東西 加上百多元的那塊布 抹一下平板電視 那些高纖維布 然後你出去 例如一次過買少許 你出去走個圈 但是你買很多東西回來 你會發覺 所有東西我都在家裡做 全部都自己下手下腳 擦電線 擦螢幕 擦畫面 清潔 甚至乎 連那些街磚的污漬 你都時間多到 在家裡慢慢自己做完 當然你家裡沒有工人 如果沒有工人你會這樣做 如果有工人 工人也會慘 你不斷怎樣做 不是 你坐在這裡看我做 是啊 因為你多時間 工人其實也會慘 Maria Dirty Dirty 那些人又Dirty 這裡又Dirty Dirty 你又要叫他 其實他比你更慘 我寧願你不在這裡 你每天都在 你每天都叫我做事 你們兩位在生活上 阿鵬就看著電視 又不是原來看電視 其實我真的很少 暫時還沒有調節到 因為你日常看電視 不是我風格 你知道我來上班的時間 其實自古以來 從日一廣播到現在 其實我們的上班時間 其實最低限度 差不多二十年的人生經驗 是很少 下午時間有機會看電視 我們的習慣是晚上的 通常是十一、二點回家 之後才看電視 現在一個 二十年的習慣 是日常沒有看電視 下午三點到六點的時間 現在無端端請了家在家 百無了賴三點坐在沙發上 看電視 怪怪的 你明明那種感覺 平時是黑漆漆 晚上才看電視 日光日白看電視 你可以回到公司工作的 那又不是 你都白癡 你做壞規矩 你外面的同事砍我 周鵬 你放假都回到公司 做的 錄音 沒有東西 因為當你怪怪的 代表你是融合不了 真的怪怪的 你下午三點坐在那裡看電視 看東芯 還有反光 最慘的 反光 對呀 平板電視 拉鍊 要拉鍊 但你平時不需要 發覺 為何電視那麼萌 原來反光 不過我就好一點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 家裡的雜誌 舊屋都扔掉了 扔掉那本音樂殖民地 然後我就由他創刊 創刊 創刊沒有買 你不是重看過嗎 對呀 由1994年 就開始看舊照片 拿回中學的舊照片出來編排 幼稚一點 逐張癡 你家裡要磨時間 為何你不吸收新的東西 我真的認真 我真的有劇圖 因為我打算在反抖歷史上分享 因為我由1994年 從第十多期 開始看 我看到雜誌編 差不多二千年 看了十多年 《音樂殖民地》 其中有一期 我最近揭 好像馬尾搬家一樣 搬十多期 去我現在的屋子 看完就放回舊屋 又再十多期 雜誌也有百多二百本 其中有一期 我看到1997年6月20多日 那一期 很兵致性 即是換槍 那一期是音樂殖民地 第六十八期 1997年6月27日 那個封面是由 《Beatles》到《Oasis》 邊緣回望三十多年 英國音樂在香港 直跟 有很多暗示 由1960年代的英國音樂 一直到1997年 當時的編輯是誰呢 袁志聰 由1960年代一直說 英國音樂如何影響香港 一直說到1997年 說了三十多四十年 我便在家裡看 然後你知道 他們是很乾的 每兩三年 有幾隊樂隊的名字 我們有Apple Music 便按他們 20支碟 怎樣聽 便便聽 先聽精選,逐隻聽,有些是必聽的 你知道Apple Music是好的契弟,這隊樂隊有三隻必聽的 又磨你一天,逐隊逐隊聽,又磨了整個星期 這樣就磨了一輩子 其實不難過的 大堆事情要做,很忙 不用找新東西 我只是試過... 周星馳又重播 在電視上有什麼可以做 還沒倒水落坑渠 然後到廁所開始倒水 倒完後又抹 抹完後又覺得濕濕的 有木的,又抹過 又抹過 搞了一整個小時 還這麼早?還在11點 又要找別的 很無聊 星期六沒有工作 在這個節目中也說過 我很喜歡製作、很喜歡吃 很麻煩 雞泉液去骨 讓蜜魚滑 很久了 雞泉液去骨 最慘的是雞翼尖去不到骨 暫時還未研究到 金箔很難 雞翼尖去骨,但不要弄穿雞翼尖 沒什麼可能 雞翼尖去骨,但不要弄破 雞翼尖去骨 然後讓蜜魚滑下去 做不到 雞泉液就是 可否雞翼尖那塊骨 沒有骨 一整塊骨 沒有骨 那你吃到雞翼尖那塊 雞翼尖也沒有肉 去什麼骨 如果高境界雞翼尖去骨 都去到95 不如你找些膠啤是假的 以後你把架貼上去 我之前都讓過 雞翼尖去骨 雞翼尖去骨 然後讓蜜魚滑下去 包好 放到六角 很開心 做了三四隻 又攪拌半天 很久了 你知道 雞翼尖中翼的骨 去骨的時候 那些骨是不可以有雞肉 要乾淨 要去得乾淨 不要浪費 去骨的時候不可以去到雞肉 即是不可以黏雞肉 不可以黏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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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地拿出來 哇 聽到蔡自信的眼神 不是很難吃 不是很難的 不過我從來不做 上網看可以 很多人都做到 看片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Youtube就可以了 即是割幾個位 要滑 要滑 就像自己弟弟一樣 要滑出來 就知道出來 好像滑他的子孫筋 有點像打飛機 真的要滑他 要滑出來 然後滑出來 就可以了 真的差不多 不是的 真的蠻好玩的 很治癒的 開頭一兩隻 第一次試就會雞手鴨腳 但你玩得多 原來整條骨這樣滑出來 那種快感 有沒有舔骨 還要聽著歌 在廚房聽著歌 劣雞骨 其實你回去和你老婆試試 她很溫馨 你說弄給她 你試試 你年紀拆骨的時候 你看著拆骨那堆肉 很有另一種感覺 很想脫褲 但不要弄硬雞褲翅 我不弄滑魚滑下去 我弄別的東西 你是弄滑魚滑下去 對 因為它有一堆肉 很奇怪 你的成功感 就是 我想鵬做得更好 然後逼它 然後拔掉它 你不要切爛雞 你剩下那堆肉 很想放一些東西 好像那些人 這個又不是得罪 好像那些人 做了那些 是否是喉嚨 喉嚨 總之 雞翅中間的位置 有個小洞 好像微創 在小洞去骨 接著 塞蜜魚滑 入蜜魚滑 整隻雞翅很飽滿 蜜魚滑 就放入角落局 雞翅中間只有兩支骨 雞翅也要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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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翅也要去不完 就留在頂部 那塊軟骨 那塊軟骨 那塊軟骨好吃 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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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骨 軟骨 再貼肉 其實你 將它分離某些膠節 或是拔掉 拿或者剪 它不會像熟了的魚 扯的魚 就散了 總之你幫小小小洗 那塊軟骨 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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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會反出來 如果弄完 除了骨 除了骨 慢慢塞墨魚滑 就不用反皮 不用 那它就剩下堆肉 然後那支 墨魚滑 可能是鐵 拿刺巾 拿刺巾 塞進去 塞進去 塞滿它 然後拿牙籤 簽起它 就不用漏 墨魚滑 其實它本身有很多 已經有冰鮮 但墨魚滑 你一煮完 它會脹身 所以要魚的份量 就逼到骨頭很爆 你拿牙籤 簽回它 剛剛好 那個洞 好像 那些肉 你要預算鋪魚滑熟的時候 會彈醬 會彈醬 炸到雞翼很飽滿 所以不要貪心 你不要以為是龍胸 這樣擠很多 是啊 要不然你一邊煮一邊 以為有些白色的東西 流出來 然後那麥魚滑 因為醬汁 就在骨頭裡 我們拿到雞翼那種 放在焗爐 整隻雞翼很醬 即是麥魚滑 麥魚滑熟 麥魚滑熟 麥魚滑熟的 蛋口 整口淡淡肉 皮一咬下去淡淡肉 還有雞翼 不要說到懶好吃 其實就看過 要好像阿鵬 試了很多次 要試了很多次 雞翼始終焗得久 是粗 皮 的而且是脆 如果焗得不夠 吃下去 麥魚滑就發覺 裡面是生的 這樣就很恐怖 再進焗爐 還有雞翼 一早一晚 就要去骨 醬完之後 翌日上午 或者中午 就拿出來釣起它 再釣起它 吹乾 即是放在門樓 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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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吹乾它 放進焗爐 焗爐會出水 要吹乾它 再釣蜜魚滑 雞肉 雞肉也是用肉豆扣醃的 因為肉豆扣很配雞肉 蜜魚滑的味道也夠淡 雞肉也夠淡 也是很配合的 不過最麻煩的是 雞泉翼拆骨 去骨 總之慢慢玩 很好玩 真的玩一個眼袖 聽下去想得到 這麼多人家技 玩五隻而已 五隻都玩了兩三個小時 明天我就 如果我真的有時間弄這個雞翼 你兒子都爛了雞翼 你買另一瓣 我聽到你們很過癮 因為我當年做芝士火腿 我都是劏了雞翼 也是去骨 即是你去過的 去過的 我當年年輕的時候 沒有菜的感覺 劏完去骨之後 很想 而且你也有些 有些電影拍過的 在廚房搞東西 那個男人很孤獨 在自己家裡 在桌台 沒有東西好做 拿一塊豬肉 然後轉個洞 是啊 阿鵬也是這樣 廚房也有很多設定 所以你知道阿鵬說雞翼濕 因為他放很多東西 就說要怪 雞翼是要釣的 我要釣雞翼 喝酒 六條雞骨 然後聽著歌 還要聽著迷幻 如果你家裡有大麻 你還要釣雞翼 你知道為什麼要釣墨魚昂嗎 為什麼呢 因為墨魚昂本身是腥的 吃起來就問 為什麼是腥的 噢是是墨魚昂 其實那些腥味就不是 那些墨魚昂 那些墨魚昂需要你再找一些醬汁 噢不用 街市買眼就可以了 街市買眼就可以了 因為我昨晚就探了一個 只是墨魚昂 然後就混了少少秘製的醬汁 噢不用 然後就 我另一半 不是 他就找了一些豆腐 然後就釀下去 不要釀了 只是放在表面上 蒸嗎 蒸 還可以 挺好吃的 蜜魚昂八燥也很好吃 蜜魚昂八燥 蜜魚昂八燥 好像打火鍋 哈哈哈哈 很厲害 休息一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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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